所以那为什么叫高型 这都有表法 这都有表法 讲这个目的就是让你念你之间担当这个二部 担当这个尼部 所以讲尼部的目的 佛门之中讲尼部讲二部的目的 是让你破二部 实如是像就是破如是像实 明白如是像就是破如是像实 所以这才有当下利也当下破 利破同时 他为什么知道利破同时 因为你是在觉中看的 假如你不是在觉体上观的话 利破当然不可能同时 你不是在决心上看的 不要说利破不能同时 那一二你都不知道是根本的大觉所起的 我们讲的那个刚刚讲的剑毒 就是你看到这个一大 看到这个一性时 他是能够骗之万法的 可是大家千万不要听错了 骗之万法时 还有在各法之中在忘立名相吗 不会 所谓的不忘立 不是说他不知道黑不知道白 是知道黑知道白 他不会忘立 忘立是什么 上次讲过望者 亡女 你不会忘 虚妄在那边真正流转那个上面了 就好像镜子 镜子他就是一性 他照黑照白时 你不知道黑白吗 知道啊 可他在这个黑白中 他会忘立黑白吗 我还要拿黑跟白来和和吗 不会吧 你才有一句说我要拿黑 你心中的感受已经向外伸出一个手 想要抓 这都已经着想了 你说不知黑白 那不叫镜子 你说有黑 还有一个取卓相 那叫做卓相了 取相就是卓了 所以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心中的明明白白 那叫一和相 但是一和相 你说在和什么 我在和黑 在和白吗 我在黑白和和吗 你还有黑白能和和 那就是卓相 所以一和相则即使不可说 你明白那些 你明白啊 但是他真的有那个吗 不是啊 你在和谁 根本没有和 没有和谁的和才是一和 你还有个谁可和呢 你就是二 所以你说酒叫和一 你就是多酒 你哪能和一 你说酒叫和一时 你天天站在这个一 天天望个酒 这不是佛法 心理学 因为酒叫和一嘛 你嘴巴做一 其实你心里明明白白知道酒 那你能和什么 佛门中说的和是知道什么 知道因为是大觉心体 什么样心性固 所以他会剁在什么样感受之中 他望立气势间有什么样的力量 所以望立神明 望立这个气势间的力量 能够帮助我什么 所以望立主宰 望立造世主 所以你才知道世间的一切 民间宗教是从什么样的 心性变化 委屈中来 懂得这些道理叫佛教 所以佛教不是说跟别人分别 你是什么教 我是佛教 你望分 你还有一个你是什么教 你明白一些道理 那清清楚楚 你还要和他们为一吗 你明白那个心性道理 所以你就知道 什么因缘故 他委屈故 所以他觉得好像外面有些什么力量 能帮助他 所以有什么宗教生 什么因缘故 他怎么样 所以有些什么神明期 这个你还要和什么 你不和自和嘛 你看到是心嘛 你还要和什么 你要和望为一 所以当你说和时 已经什么 已经背离心体了 已经着望了 你要真正已经知道 是大觉心体时 你根本不和自和 所以这一和像是不可说 因为你明白业感 你不是拿哪一个 在和哪一个 你是明白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心性的安部 所以有的人不懂 你会说九教和一 几教和一 哎呀 这样的气度才大 这还要什么气度吗 有气度的气度 就不是气度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我讲 这古德讲的 古人说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圣人不仁 不是说他不仁爱 是圣人根本不必 立气度而气度啊 他把这些 世间像中都知道 都是幻象 因为都知道幻象 所以他就能够 等心于万物嘛 所以幻象就叫除狗啊 那他还有什么 气度可行吗 没有 我都知道都是幻嘛 都是众生 夜感变化妄想嘛 我只要超越这些妄想 我还众生 我也告诉他们 怎么超越妄想 他们就打本来面目 既然是妄 所以我哪有什么人心 哪有什么善行可施 就像上次讲的 你不是一个穿羊皮的人 对吧 他听你的话 脱去这个羊皮时 你会说我刚刚救了一只羊 不会吧 他明明是人啊 你也没有救羊啊 那你有觉得什么善行可得 善行可施 没有啊 我们教众生脱去六道的妄皮 也是如此啊 你不是也是在教他们脱去妄皮吗 你教他们脱去妄皮 你怎么还要酒教合一什么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酒说合 你不要原谅是气度啊 所以老子都讲你还有气度啊 还要讲气度 拿气度来做气度 那已经叫不善也 都是不善 那要那个气度干嘛 表示气度表示什么 你还酌相嘛 佛门之中已经告诉你世间万法如何成形的吗 如何这个世间是如何启程的吗 你知道启程就能够深达众生的福跟罪二业 你深达福罪二业 你当然就方便能够拔击众生走出这个福罪的种种二业中的所有造作吧 在这个业中自然会成就种种差别的意识 差别的意识底下才会有差别的思想 差别的宗教 差别的所求 差别的种种妄念 你是要度他的差别 还是你要把他的差别合在一起 合差干嘛 合差光这一念就太差 这才叫做一啊 所以那叫做一合相 即使不可说 那听懂吗 那是你根本的心中的智慧 那是根本行者入室的担当啊 你还合谁啊 你知道是禁止时 黑白知道不知道 知道 那你说我要合黑合白 这就禁止吗 多余 你怎么多一句话我就告诉你 你已经不在禁止上了 你已经在色上了 就这一念 原来阁下早就流转在成像中了 你要合谁 这不合之合 我表示你心中的智慧 那叫金刚般若 那叫不可说 那是根本心性中的 本来具足的 本来面目 所以那才叫做普照法界 那才叫普照法界 你能够懂得这些道理 道理都懂 你才能够再往下说 刚刚婆且婆还没有讲完 婆子普入光明 所以婆且叫有德 下面那个婆 叫有德 那下面那个婆呢 这个婆字就叫做有也 上面呢 婆且叫做得 下面叫做有也 这个是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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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字典解释 那怎么叫得 从得故有 就叫做婆 那解释很简单啊 但是为了这个 从得故有 讲到上面那两堂课 那得啊 那得就是片部处啊 得怎么写 赤 这个赤叫小部 小部叫做细部 细部就是谨慎 实目一心 得也 这是我猜字的方法 实目一心 得也 实方你要知道一心啊 你要趁心而显啊 你要是不能够显出作用呢 怎么叫做得呢 所以从得才能够说有 你要从得 不从得说有 那个有就变成了忘有 从得说有 阁下叫有朝事 有朝事 就是从得说的中中有 你可以知道那些 有中的所有的一切因缘果报 所以朝字 叫做川一个果 他能够穿通一切果报 叫有朝事啊 那中国字用得多好 那个朝字那个字也叫川 下面一个果嘛 那也叫川 就是川水的川 四川的川 通啊 通彻一切因果 那就要有朝事啊 所以中国字 有的时候你在字像之中 你才知道苍结的伟大 才知道古人祖先的不可思议 但是过去各主各个民族 都有菩萨视线 因为我不是其他民族的人 所以你给我英文 什么SH 我拼不出来到底什么意思 给你一个藏文 你也不是那里的人 你也写 你能够在字像之中 能够还有所回馈 有所感受吗 绝无可能嘛 今生的光阴这么样短暂 你不去找一个对你有帮助 当下就能够启发你的 念念之间就跟你素质 就有姻缘的 你是称如是姻缘 身在如是土地上的 你却不用 你跑去一个你根本不会的 不认识的 你开始学 您叫做辛苦人呐 您是劳力人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